十一年艰难跋涉 成功的喜悦总是转瞬即逝 一次次试验 一次次失败 一道道难关 一点点越过 这是一条用失败 哭久了成功之路 这是一群用执着书写不凡的人们 今天和平使命2009中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 进入到了第二天 中俄参演军队在沈阳军区桃南合同战术训练基地 进行最后一次合练 我们共同来看一看演习的现场 2009年7月23日 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对和平使命2009中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进行了报道 请向左前方观看 中方第二攻击分寻 同舰8缓坦克导弹正在发射 在历次军事演习中 二代反坦克导弹红箭8的身影总是格外显著 这款反坦克导弹 被认为可以和同时期的世界先进水平看齐 和著名的陶氏 米兰 霍特等导弹相比 红箭8在命中率和单法摧毁率方面都毫不逊色 从那一刻开始一直打穿 一直到这 最少打三块 有时候我们打个十几块 那全社都打穿了以后 新内的射流 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坦克 在二战期间成为陆军主要的攻击手段 重装甲 强火力 在战场上几乎没有对手 号称陆战之王 直到二战结束 都没有出现有效的反坦克武器 1955年 法国推出了世界上第一种反坦克导弹 此后各国掀起了研制高潮 苏联 美国都先后推出了自己的反坦克导弹 坦克的发展越来越好 重量越来越轻 机动性越来越好 装甲越来越厚 携带的弹源越来越多 而你没有手段去解决它的问题 那么你不处于被动状态 中国直到1969年 才开始研制反坦克导弹 并于1978年 定型成功了 红箭7-3 早在1969年 美国的第二代反坦克导弹 陶氏 就已经试射成功 这种新型导弹 由红外半自动制导 速度快 破甲力度大 对坦克能形成致命打击 性能和威力 都远远超越了一代反坦克导弹 一代反坦克导弹 是射手 既要看见导弹 又要看见目标 又要操纵它的控制箱 看见导弹偏这边来 赶快往这儿 把修正往这儿来 这就非常困难 这就跟咱七次用这样 就是来回光 第二代反弹导弹 那个导弹除去 就不要射什么来吵 就像打步枪一样 就是我这个瞄准的这个准星 对准目标中心 那么导弹自动地就到这瞄准线上去 王兴智 王兴智 中国工程院院士 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 24岁时 就参加了中国一代反坦克导弹的射击工作 1969年9月 王兴智 王兴智得知 中国决定自行研制第二代反坦克导弹 但是工作刚开始不久 就被打乱了 1969年底 正在东北的王兴智忽然接到命令 包括他在内的一部分研制人员搬迁到大西北 这是那个年代的特殊形势造成的 新职所在地 原来是一所学校 除了有些校舍之外 没有任何科研场所和专业设备 周围的话都是农村 当时所区呢 有很多栗子树 种卖着 卖田 就是这样一个环境 整个从我住的单身楼往上走 全是那个乱石头 比较荒凉 条件艰苦并不是最令人沮丧的 混乱中 二代反坦克导弹的研制工作下马了 科研人员又等了三年 直到1972年底 第二代反坦克导弹 红箭8的研制工作 才重新启动 但是就在这个时期 欧美各国的第二代反坦克导弹 已经大量列装部队 中国和世界之间的距离 正在被越拉越大 85岁的曹迪是研究所的元老 在一代和二代反坦克导弹的研制中 都做出过重要贡献 就这样 一群人白手起家 除了有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 和不服输的心气外 他们几乎一无所有 甚至不知道路在哪里 当时这都没有 像这一片吧 全是地面 全是俄兰石 外面也没有围墙 这边也没有 更没有这些房子什么的 一片荒凉的一个大河滩 研制反坦克导弹 必须要有靶场进行测试 但是当时的研究所 连这样的场地都没有 在河滩里头就修了一个把道 修了几百米 那个修一个台子 我们自己砌了一个巴挡 就用河滩那个蛾缆石 用水泥堆起来一个大巴挡 我可以收弹 我总想打个地方 我们是从研究砖 研究瓦 研究水泥开始 然后慢慢慢慢才能盖 才盖楼房 因为这有多大的难度 从修靶场开始 再添置设备 组建团队 人们用两年时间 拿出了第一份设计方案 并通过了审查 反坦克导弹 从一代到二代 是一次全方位的跃升 之前一代的部件 几乎都不能在二代上使用 连小到一块电池 一根引信 一块隔热板 一段线 都要重新设计和生产 二代反坦克导弹的 一个核心难题 是制导系统 首次采用了 红外半自动控制的模式 自然界中的一切物体 只要它的温度 高于零下273摄氏度 表面就会不断地辐射出一种 叫红外线的电磁波 人眼是看不到的 但红外未标器 能检测得到 对红外线 经过光学调制 和信息处理后 就能得出目标的位置参数信号 从而锁定住目标 红外呢 我们是一个撤脚仪 就是撤出这个导弹 它飞出以后 偏离我瞄准线的方位和角度 然后把这个偏差呢 提供给控制箱 控制箱呢 然后在边境之内 通过导线送给导弹 最近控制 红外侧脚仪 就像二代导弹的眼睛和大脑 没有高精度的红外侧脚仪 导弹就会变成瞎子和傻子 半自动的优势也就无从弹起 因此总体方案 对红外侧脚仪的精度要求 特别高 当时给我们提 总体提出的要求呢 是0.1个毫弧度 这是再一千米 偏离十公分 能撤出来 经验是在学校里学了一点 从一帮资料当中 也看了一点 但是脑子 基本上是一片分半 不知道应该怎么弄 为了摸索红外侧脚仪的基本原理 科研人员做了长达四年的基础试验 最后确定了技术方案 我们进行原理试验的时候 都要利用这套设备 这个是代表远距离的一个目标 我们做试验的时候 往往就在这个台子上 对着它来做 红外的背景干扰 是科研过程中最让人烦恼的问题 太阳光的红外能量 比导弹携带的红外辐射器的能量 大百万倍 只有绿掉太阳光背景 才能让红外侧脚仪捕捉到导弹 为此 科研人员特意到光照墙里的沙漠中 做试验 这样的试验要做上整整一个月才能过关 不过这还仅仅是开始 光学仪器是精密部件 对加工的环境要求很高 但是当时的实验室 甚至连除尘设备都没有 由于没有专业的除尘设备 加工镜片时 只能靠工人用酒精 一遍一遍细心擦拭 有时一块镜片要擦上好几天 才能达标 不只是料光服 从总体设计到各个分系统 没有人感到轻松 在试验过程中 几乎没有一个部件 没出过问题 每一部件我都能举出很多的例子 就是我们当时几乎走投无路 这个试验台 十几年没有见面了 还是人员模样 这是红简把发动机的试验台 几十年前 也是由科研人员自己搭建起来的 上天的东西 你发动机要失败了 那全完 地面试验不成功 绝对不可能上单 试验的时候 人员不能在这 身后这一块是大气门 因为发动机试验 谁也不可能 一开始就成功 零与爆炸 爆炸起来声音声响很大 就这种架 不知道给我炸的多少次 一爆炸就炸的粉碎 最紧张的是 天天就要到这 在试验过程中 发现发动机的控制力不够 按照设计要求 必须超过6公斤 但一开始 只能做到1.5公斤 做片本身呢 这个材料问题 有时候就烧成一个月牙型了 那它产生的控制力 不就小了吗 当时我们曹所长 给我们下令 你下令必须给我解决 从1.5公斤到6公斤 是多个量级的跨越 一个月 没日没夜 集中攻关 设计终于有了突破 但是试验发现 发动机 还是达不到设计目标 再差原因 原来是国产火药性能有限 无法提供足够的动力 那怎么办呢 我搞两个发动机 就是我这个发动机 就后边一个喷管 那么里边装上药 但是它装两种不同的药 产生两种不同的推力 就是我最后的结果要达到 有的时候就是要到手了 但要来要去 那终点是一样的 我必须要到这个上去 绕道走 是研制红简巴的科研人员 经常迫不得已采用的路径 不只是部件质量 频频遭遇挑战 试验设备也严重不足 简陋的靶场 几乎没有任何先进的设备 到试验战斗部时遇到麻烦了 如果全部用实弹来打 成本太高 而为国家节约资金 是所有人不言自明的受责 但是试验又必须进行 怎么办呢 当时我们自己发明了一个办法 就拉一个钢尸 把这个导弹放在钢尸上 然后用一个火箭发行机 一点 这个火箭发行机去工作 然后它钢尸就对着这个把把 我们叫走钢尸 从最土的这种办法做起 现在年轻人一看 这咱俩像科研单位 和中方都没有 条件虽然简陋 获得的试验数据 却并不简陋 这种专制 第一考考比较严格 第二地方呢 还可以计算拔 这是比较真实 而且可靠 研制过程中 很多技术细节 必须通过打把试验 才能真正落实 修改设计方案 也是常有的事 甚至有可能出现颠覆性的改变 画图 加工 试打 不断循环往复 是当时的技术条件下 唯一可走的道路 那边加工 整个突出完了 就拿到工厂加工 拿了 回来 马上做实验 做实验 这个方案看看哪里还有问题 赶快回来再改进 这个方案还没加工完 那个方案又开始加工了 骑着自行车 拖着零件 然后往装配工房 骑不动就推着 很多年时间里 人们常常在设计所和核滩地之间往返 试验 失败 改进 再实验 没有人确切统计过 十几年里究竟进行了多少次实验 从研究所到靶场 十几公里的路程 每隔两三天 就要往返一次 那个时候呢 我们说的 不要小轿子 大轿子都没有 都是卡车 路不好 颠簸 所以我们开玩笑都说 咱们人跟蛋子一块走颠簸实验 连防晒的这些帽都没有 我现在脖子后边 很多人问我 你这脖子后边长的是什么 我说职业病 当时就是晒太阳晒一大 经常这秋天入冬的时候 这个阴雨连绵 这衣服都湿都贴到身上 风雨吹冷得不得了 拿这个泡沫塑料 前面放一个 后面放一个 那个衣服这一整 用草生一砸 这样的马 稍微暖和一点 为了获得真实 准确的试验数据 实弹打靶必不可少 试验做完后 不管是否成功 都必须回收 导弹残骸进行分析 便于改进 找弹 成了很多科研明软 最深刻的记忆 在晚间找得特别困难 那都是河潭地 石头特别多 有时候在炒 掉到哪地方找不到 那样就等地毯 收拾收拾那么一行来回 那么翻来不去 那样就这样 我们三个人 五个人有一个手垫 还不能一个人一个手垫 收拾 几个人一个手垫 那手垫在这边找 有时候一找一个晚上 找到天亮 也还没找到 有时候那个弹子 掉到水里去 到水坑子里去了 二话没说 脱了衣服 穿个裤衩就下去了 找到找之后 突然一个同事说 这有个弹片 他就先去磨 这一磨 这么软苦苦的 你得牛粪 当时把大家含含一笑 比艰苦的条件 更让人们难过的 是试验总是出现问题 在开头几年 导弹试验的失败率 居高不下 有时打十发 能中两三发就不错了 吊弹的原因多种多样 层出不穷 而最困扰人们的 就是断信 世界上的第二代 反坦克导弹 普遍采用 有线半自动的 控制手段 这根细如法斯的导线 承担着导弹 与地面计算机的 信号传输任务 犹如人体的大动脉 是导弹的生命线 它就跟放风这样的 三千米线 就是这种线 要从这一头 放到那一头 中头不能断线 那一断线 什么都完了 那弹子肯定 要么掉地 要么浪费 为了控制重量 导线要求必须很细 这个导线线性的 这个铜线 跟头发丝一样 在外面裹了很多 尼龙线 把它包围上 你看我们的底冷室 它要求是 7.5克胆 就是九千米 这么长的极端是 它只有7.5克重 这么细的线 放出去的速度 却高得惊人 第二代反坦克导弹的 一个普遍特点 就是飞行速度快 导弹的出速度 一般都大于 每秒65米 而最大飞行速度 则超过了 每秒200米 也就是每小时 700多公里 是高铁列车 最快时速的 两倍多 两三千米长的细线 以超过每秒 200米的速度 飞速放出 对导线本身的质量 有着极其严格的邀请 当时 国内根本 没有这样的导线 为了这根导线 研究所和生产厂家 来回试验 不断改进 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 才算过关 但是 在随后的试验当中 却不断发生 断线的现象 烧 吹 磨 拉 一个火烧 一个是气流吹 这个水吹的磨 磨得很厉害 黑人的就 吐血把它拉下来 解决这个很难呀 这件事 让研究所的 周感生和他的同事们 身为苦恼 由于缺少检测设备 一开始 人们甚至没法确定 断线的具体原因 当时正是绞尽脑子 一个是用这些弹 最完了我们消费师 就做了个玻璃造势 想看 那也看不清楚 那怎么办呢 搞地面发现装置 自己设计自己弄啊 这个装置就是 红剑靶为了模拟 导线放线的方形 实验过程当中 发现导线 有没有断线的 经过反反复复的 试验和研究 人们最后发现 导线本身质量再好 如果缠线的时候 稍有差错 也会导致断线 红剑靶的导线 是缠在一个线滚子上的 为了减轻导弹的自重 对线滚子的体积 有严格的控制 三千多米长的线 是一层一层紧密地缠绕上去的 这个线呢 是镜像顺着摇 一层一层的 那么摇的话 它得要有一定的连接剂 这连接剂又连牢了 那个导线 导线一飞说 那线就拽断了 太薄了 就是弹阶力太低了 我拉这一层 说不定就把下面这层拿起来了 这个线就不太乱了 从绕线到刷胶 任何一个细节出错 都会导致发射失败 所有操作工艺 都是研究所的公关小组 自己摸索出来的 自己去研究这个脑线 研究这个脑包 怎么包 怎么加强 加强多长 都是一系列的问题 就整体的砖在那里头 脑子就不停地 考虑公关的时候 经过几年的反复实验 缠线工艺总算过关了 掉弹的比例果然有所下降 但是断线的现象 还是杜绝不了 究竟哪里还有问题呢 残渣切断导线的机率 虽然不高 但也不能忽视 人们又花了整整三个月时间 才终于把内地残渣的问题解决掉 就是这根不到一毫米直径的细线 让人们吃尽苦头 断线 几乎贯穿红锦巴研制的始终 沈亭祥和老伴都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 几十年前跟随研究所搬迁来到西北 在红锦巴的研制中 沈亭祥负负负责陀罗仪部件的攻关 陀罗仪是一种能够精确地确定运动物体方位的仪器 它是现代航空 航海 航天等国防工业中 广泛使用的一种惯性导航仪器 它和小孩玩的那个原理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它都是有一个高速旋转的一个转直 它具有定轴性 稳定性 陀罗仪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 而一代反坦克导弹上也有陀罗仪 一开始人们没觉得这是多大的问题 便把一代的陀罗仪装到红锦巴上面 但是试验结果却让人十分沮丧 那么一打这个导弹呢 你看那陀罗那个框架都碎了 因为第二代这个反坦克导弹 它过载要求高 我们是一千个过载 街情叫好多专家 上百的都很少 上千纪就不可能 基本上结论就这样 此路就这么一条 走还是不走 除了大过载之外 陀罗仪的转速也有一个大的跃升 要达到每分钟十万转的级别 这对陀罗仪的轴承是个严峻的考验 到国外买是买不来的 我们就跟那个上海轴承厂就提出来 能够我们研制一个按照我们尺寸要求的轴承 他们经过一年多不到两年时间 就把这东西就拿出来 所以你说这些东西都是国内创新 都是从今起步 从无到有 就是有一种不服输的这种概念 因为不管人家怎么说 我们做 如果是各种方案都用上了 确实失败了 那我们就认 经过两年的不屑公关 陀罗仪终于通过了检测 达到了设计要求的小尺寸 大过载快启动 高转速的全部要求 自主研发如此艰难 而且看不到必然成功的希望 1976年之后 中国与国外的交往渐渐增多 有人因此提出 不如直接引进国外的二代反坦克导弹 1977年 王兴志随同代表团到国外考察 顺便洽谈引进业务 但是几经周折 引进一事 没能达成 为什么引进不来 就是说要想引进他这个导弹 天色的面 要引进的设备太多了 引进来能行吗 也不行 人家就是个铁的螺衰 你来了以后你的杠都打不到 就说明什么 就说明我们的公寓水平也打不到 不是一半的落后 全面落后 这次参观也让王兴志 对国外的二代反坦克导弹的先进性 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 看着的时候我很羡慕 就像那黑板 比黑板这么大的这个把 那导弹就从一个空里打过去 那精度很高的 非常羡慕 我们的条件比人家差得远了 我们跟科研手段不行 人家科研手段好 那好的我们都不可想象 就人家的条件对我们来说天堂吧 但是回来以后琢磨琢磨 哪样东西都不卖给中国 所以咱也不必要想做那个梦 要依靠眼界搞我们自己的 活路就是自己的 王兴志相信 凭着刻苦和智慧 自主创新的路 一定能走得通 这时 红剑八的研制 已经走过第五个年头了 还远远没有看到终点 在红剑八的科研队伍中 有两个特殊的人员 他们兼任 红剑八试制阶段的射手 这个集合案里面一旦 这个导弹就发射出去了 把我这个手 扫过几次 就像闻了声一样的 它那个火药打到里面 它有好长时间 它这个还有一个核点 反正行里面 行情还是有点复杂的行情 但是觉得呢 这个事还是肯定必须要做 也应该我自己去做 每次整弹实验时 所有科研人员都特别紧张 每一发导弹 都是成百上千人 经历了成千上万次失败后的捷径 能不能准确命中 牵动着每个科研人员的神迹 一喊一二三放 那是最紧张的事 有的是不敢看 这个弹子飞行只有二十多秒 但是在看那个一发生出去 那就是很长很长的 这个弹子慢腾的 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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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飞 心脏色味 我告诉你 心让你跳一百四个枪 胆子真地重磅了 那是我们现场是一片欢呼 大姐叫啊 不啦 不关事 就讲一家就去了 但是失败仍旧不可避免 有时候上一次实验成功了 下一次却又出了问题 有时候这个部件过关了 却带来了别的连锁反应 被迫重新回头修改 也要成功的 但是事业失败太多 是多少个失败才换成一个成功啊 而且成功享受那个快乐就是一瞬间 我们所有的兴奋就是一刹那 就是个脉冲 脉冲一样的喜悦总是转瞬即逝 在这条有数不清的失败 铺旧的漫漫长路上 人们靠内心的信念 支撑和指引 相互搀扶 跌倒 再爬起 就把我们扔到大海里了 连点光明都看不见了 当时就这样 有人提醒汪兴志 有没有想过 如果红简八最后做不成 该怎么办 你要搞不出来 你身败名裂 这话我不听 看了国外的我不服气 他也是人 我们也是人 他能搞出我们 为什么搞不出来 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 红简八的研制进度明显加快 这是技术积累的必然结果 这时南方山里的一家工厂 也开始忙了起来 红简八导弹的总装任务 交给了他们 一些试验用的导弹 要在工厂组装 这也是为日后批量生产 所做的准备 战术性导弹和战略性导弹不同 要求产量大 效率高 而红简八的零件十分繁多 光工装就有一千多套 这对工厂的工艺和管理 都是一个考验 当时工厂的科研力量也比较有限 集中了全厂所有的苗头员 所有的工艺里面都到科研所来 那就是日以作业 有时候苗头员打不过来了 那就自己苗 在那个工艺水平比较落后的年代 为了保证日后批量生产的质量和可靠性 工厂光工艺手册就编了一百多本 但是设备的老旧和经验的不足 还是让人们吃了不少苦头 那个火药特别敏感 一下子少了一下子光了 我经常看到我们人员在脸上上去黑的 现在的电脑板 当时我带着他们眼前去 就是在办公室里头 好几个晚上通宵打的 也没有车 才三轮车 从这拿机家的 然后到总装 总装也要送把肠 都是我们自己才 哪有车 我小李他们非常爱他们 但是不计报道 我服装红备 服装大局 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到了1981年 红箭八弹多个部件终于完成了攻关 还曾经打出过三弹一孔的好成绩 但是成功的喜悦 并没能持续多久 又一桩麻烦事出现 由于在试验阶段 导弹发射采用的是钢炮发射架 而真正的成品 要改用轻型的玻璃钢筒 便于作战使用 玻璃钢筒的攻关 也经历了很多年才成功 但是一试验 问题就来了 而且还很严重 麻烦出在一个叫弹拖的装置上 这跟导弹的发射方式有关 是利用一个高低压原理 的发射器 把导弹推出去 但是它毕竟是一个燃气 但有压力 那么它怎么把它推出去 必须有一个隔的东西 是吧 那么中间隔开的东西 我们叫弹拖 发射的瞬间 弹拖跟着导弹一起飞出炮口 而这是相当危险的 扔出去把导线也砸断了 还有什么可靠性可保 再说了 你作战前方有步兵 在那行动 飞出去的东西 那砸到脑袋上面也没命了 为了减少发射扰动 发射时 还必须产生一个后抛的力 以前以后两个力 更加快了弹拖飞出的速度 那么向前走的弹甲卧是 每秒80米 向后高温的时候30米的话 那么它的相对碰撞速度 要在110米的话 在110米的碰撞速度的情况下 要把一个接近一公斤的东西 给停到那儿 而且是在毫秒级 甚至是微秒级停下来 那么它的碰撞力 就是毫不动了 这个力量太大 因为在0.0几秒在那儿停住 那很难制作 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但是这个不可思议的任务 如果不攻克 近十年的跋涉和心血 都会毁于一旦 几乎所有公关组的人 都聚集在一起 共同对付这头拦路 科研人员首先想到的 是在炮口安装一个指 我导弹口部有一个圆环 当这个导弹到炮口的时候 把导弹推出以后 这个弹拖就咬到炮口的这环上 通过巧妙的设计 人们加强了爆环指动的力度 但是一实验 由于冲击力太大 连弹拖带爆环都给打飞了 后来我们想的很巧妙版 就是把这个指动的圈啊 就密密麻麻的 就好像钉了好多钉子 就是玻璃钢筒缠绕的时候 直接给它加了一个侧向的 几百个钢销钉 所以大家开玩笑叫拉牙棒 都咬在一起来 你想这样 就是那就好了嘛 所以怎么打也 也脱不了了 到1984年 红剑拔完成了第一次定型施设 这一年的国庆阅兵礼上 红剑拔通过天安门广场 几个月后 红剑拔武器系统 进行补充定型使用 以35发34中的优异成绩 顺利通过 从1974年提出研制任务 到1985年初完成设计定型 红剑拔前后共历时11年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 科研人员依靠自己的力量 完成研发任务 并赶超世界水平 获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 2014年秋天 红剑拔的总体研究所 邀请总装厂的老朋友 前来聚会 纪念三十年前 那件让他们激动的往事 他们曾经在一起奋斗工作了近十年 红剑拔是他们共同的记忆和骄傲 那段渐行渐远的岁月 对他们中的每个人来说 都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1995年 2019年10月1日 国庆50周年和60周年大约 这一代父辈的生活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 已经有些遥远和陌生 我们也许无法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 在他们的心里 究竟隐藏着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能让他们面对琐碎 枯燥和充满挫败的人生 一路走来 我从事反弹导弹的这个事业 成长50年 我多少为国家做了点工作 这是我最骄傲自豪的一点 我们这代人就是比较洒服服的 就干活 随你怎么讲 随你叫我干什么 我都干 也不辛苦 过得充实 因为辛苦不辛苦 是一种自我感觉 人家国庆幸的力量 感觉一个好感 感恩的心也别做 不管怎么样 对于实时代价的 实际为党做的自己 做的贡献 当我所说的只是实际 实际来 我只要这一生 工作上对得起了 我就满头了 你们来给我们照相 这曾是中国海军的梦想之间 历经十载的设计与建造 终于实现了 从蔚蓝走向深蓝的突破 揭秘中国先进武器研制历程 军工技艺下机 052型导弹驱逐舰 我必须给你 我必须要在这幻想之间 我必须要在这幻想之后 我必须要在这幻想之间 我们觉得在这幻想之间 幻想之间 这幻想之间 我必须要在这幻想之间 还能以这幻想之间 有终于实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